佩甄和老公吵架的原因是 王祚軒在等飛機 有答應要打電話給老婆 可是她爽約了 佩甄就說 平常我不會去吵她 但你有空檔 不是應該要關心一下老婆嗎 我就覺得這種 連很基本的都做不到 就很難過 佩甄又說她自己是 金星雙魚 很需要關愛跟關注 希望在對岸經營醫美事業的老公 有空檔的時候 就能夠跟她聊聊天 我第一最早認識佩甄的時候 那時候她還在做幕後助理的工作 她有去過我家 然後陪淡如一起去採訪 然後我就會發現 她真的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向上的人積極努力的人 所以她一路以來 都非常的 就像剛剛說的四大題 她每一件事情都做到 每一個角色 她都盡可能做到完美 可是像這種特質的人 她很容易焦慮 她沒有辦法忍受事情 沒做好角色 沒扮演好 所以她有些時候會自責 可是對男生來說 太完美的另一半 太就是能力很強的另一半 以我自己在做諮商 我們的研究也是 男生對這樣的女性 通常會感覺到有壓力 醫生娘其實還是會覺得自己是醫生娘地位還不錯 對 雖然別的女生不見得這樣看這一群女生 可是這個醫生娘族群 她會覺得她自己是比別的女生高的 比如說我昨天講的這個醫生朋友的 男醫生朋友 那個太太 她換個屁 太太要她賠一千塊 對 宅男外貌普普 娶到個美女的這個太太 你知道她什麼狀況嗎 她在醫院很忙 可是如果說她的這個醫生娘老婆 有大學同學聚會 非得要她請假 陪她去參加 啊這樣子 這樣有面子 她要有面子 要炫耀 這個佩甄 她被稱為台灣的好媳婦 她四十六歲 然後她嫁給醫師 她老公叫做王作宣 結婚十四年 然後現在有一對這個子女 可是呢 竟然也傳說婚姻有一點紅燈了 她在九月二十號的凌晨 她在臉書發文說 老公沒時間陪她 然後在直播的時候 素顏喔 就爆哭了 你知道女生要素顏 直播是不容易的 太容易了 對不對 那是破出去了 破出去了 她忍不住訴苦說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麼 那錢沒拿回來也靠 錢有拿回來也靠 還沒背完 還沒背了也是靠 為什麼心沒在這裡 那背了 心在這裡 也還靠 為什麼 賣服了 這麼難啊 這麼難啊 那順利 這個佩甄這個是怎麼回事 這也是很值得我們討論的 其實我們女生不是難搞 是有一些那個 希望你們可以顧及到 佩甄是突然是在她自己的這個網路上就說 不要問我為什麼把時間排得這麼滿 因為我也不想去想她為什麼沒時間陪我就這樣 她意思是說因為她把自己行程排得這麼滿 也是有原因的 她也想休息 可是她另外一半都沒有辦法陪她 來 剛剛那個洪一大哥說 對 但她沒有覺得 這不僅是這個素顏的問題 是有很多的哀怨 你知道女人的你知道喜怒哀樂 會表現在她的表情跟皮膚上 那她講什麼呢 我跟大家大概講一下 這對夫妻 在我們外人看來 會覺得佩甄真的是很幸福了 她的老公是一個知名的整形醫師 那因為現在工作也很繁忙 她不只在台灣有整形診所 因為她在中國也有整形診所 也就是說大部分時間 她都必須兩岸飛來飛去 那佩甄抱怨意思是說呢 我都在等你 我等你的意思是說 午餐我等你吃 可是你沒有空 晚餐你更是沒有空 好不容易你回家了 好 這裡呢 就跟大家的夫妻生活是一樣 老公回來 你知道老婆會很開心 想說我終於有時間看到你了 跟你聊天對不對 可是老公的眼睛是盯著電視 然後打開手機幹嘛玩遊戲 這也是我們女生常常抱怨 對不對 老公明明就坐在我旁邊 她心沒有在我身上 她就在那邊玩那個遊戲 然後你抱怨的時候 老公說我有陪你啊 我在你旁邊啊 可是老婆會覺得 你在我旁邊有什麼用呢 她在陪電視機啊 是啊 你也沒有陪我 我甚至跟你說不上話 可是老公也會抱怨說 你自己不是也在追劇 可是佩正醫師說 我追劇 就是因為你沒有時間 跟我聊天啊 好 這裡有一個細節是什麼 他說他永遠都在 等...等老公 然後他老公呢就說 好啦... 那個我在等飛機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等飛機 總有時間了吧 你總不可能盯著螢幕吧 對 他老公答應他說 我等飛機的時候 會打電話給你 我們就稍微聊一下 所以他很期待 可是他老公在等飛機的時候 沒有打給他 他為了這個就... 為什麼 好 你會問為什麼對不對 可是男生... 因為等飛機通常 也滿多時間的 可是男生是說 我都在聯絡事情啊 我想說 我就到了當地 到了旅館 辦好了 Check in之後 我再打給你不就好了 男人會有覺得說 我沒有不打給你嘛 我在登機之前 我有一堆事情 診所事情我一直在處理 所以我就到了旅館 我可能洗好澡 晚上我再打給你 可是佩生是說 我會特地空出這個時間 就等你要跟我聯絡 因為我想跟你講個 五分鐘的話 你不能連這五分鐘 都不給我 這是剛剛各位在講的 以他們的這個 經濟條件來說 他們不缺錢 不缺錢 缺的是陪伴跟時間 那我問各位評評你 那五分鐘你能夠忍受嗎 因為佩生就覺得 我不能忍受了 因為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你說在等飛機的時候嗎 對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履行你的承諾 你說要打給我 而你沒有打 或者是你空下來時間 你都在玩遊戲 看棒球 然後你根本也沒看到我 然後我們沒有 因為女生是這樣 有時候你不要只傳訊息 或給一個圖 這根本就是敷衍 女人一定要 這你了解 對 一定要 一定要賠 如果說想盡辦法要到 因為身受其害 不是 身受其害 身力 女人真的就是要 對 要聊天 對 像我自己 我碰到一個 朋友的事情也這樣 她是讀博士班 然後她的太太 也就是公務員 那他們就有個想法 太太就想說 我一定要生小孩 所以跟先生講要生小孩 公務員你知道 五點半就回到家 然後都準備好東西 那她是博士班 博士班 她就是這種化學系要做研究 去研究是要做研究 那有時候一做研究就會忘記 有時候那個太太說 你要做研究沒關係 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回來 有時候就忘記 她就很生氣 很進去 他們生氣 那有時候她覺得說 做研究要做到半夜 為什麼 她幹嘛做到半夜 她說沒辦法 有時候那個化學反應 要等化學反應 要等那邊化學反應 你等化學反應 所以可以打電話 對 可以打電話 她就不打 那她也很生氣 她想說一定有女人對不對 於是她就去那邊 一定有女人對不對 就去到那邊 果然沒女人 就真的是要 看她先生就要等化學反應 等化學反應 她就真的沒有不是女人 真的不是女人問題 也不是錢的問題 但時間一久的時候 不但先生沒有打電話去 甚至她打電話 到他們實驗室的時候 都沒接 她就很生氣 難道你電話都不接嗎 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男生都覺得沒關係 我就沒有外孕 我就沒有女人 我就是那些 我就是化學 你要怎樣啦 男生會覺得 那有時候做到晚上 你是因為有時候有壓力 你要做 就是沒反應 有時候身體 不是這個有東西 就是沒反應 身體也沒反應 那都沒什麼都沒反應 因為太太是希望 她趕快要回去 你知道嗎 要生小孩嘛 太太五點 十夜也沒反應 身體也沒反應 五點半要回家 趕快準備好對不對 等到十點 十一點 最後打電話 沒有 那最後太太睡覺 她睡 這個時間一久 就沒反應 她就說 我又沒有 男人覺得我沒有錯 太太太說 那我不要 這個婚姻不要完 是 就要去 就要離婚 但是我覺得 最後有一個好下場 是說 雖然找離婚 但是我說 這個地方 其實是要找心理諮商 很多東西 大家都沒有錯 只是沒有把那個 對的事情 那個找出來 所以男生不了解 原來女生是要陪的 是要尊重 聯合報的報導是這樣 說佩甄 和老公吵架的原因是 王祝萱在等飛機 有答應 要打電話給老婆 可是她爽約了 佩甄就說 平常我不會去吵她 但你有空檔 不是應該要關心一下 老婆嗎 我就覺得這種 連很基本的都做不到 就很難過 佩甄又說 她自己是 金星雙魚 很需要關愛跟關注 希望在對岸經營 醫美事業的老公 有空檔的時候 就能夠跟她聊聊天 其實現在手機有空檔 來聊天是很方便的 是 她說至少聊一下 你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都好像不見了一樣 但王祝萱的說法是說 我就先放空一下 我到飯店就會打電話給你 佩甄沒有辦法接受 她說 我覺得我這麼晚了都在等你 她又說你還不是在追劇 就她竟然怪太太你也在追劇 她說讓人就越聽越火大 火大到素顏就哭了 網友在底下有留言 有趣喔 網友說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賺錢哪那麼容易 這個應該是男生 第二個說 醫師娘本來就很辛苦 這個也是男生 甚至有人說 佩甄你得了便宜還賣乖 看起來他有留言 很多男生 好 那這個希希妳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 這個地方是 如果今天是 老公行程很忙 我相信以佩甄來講的話 我絕對會體諒你 因為我知道 你在外面打拼也非常辛苦 所以我平常的時候 我知道你揮一多 你的這個電話 來來去去很多資訊 我真的不去吵你 這個我可以理解 我相信佩甄她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她一定才是跟她老公 溝通是說 那我還是會很希望 因為你長期在外 你又不在家裡面 對於我來講 我總是會希望是說 你既然不在我身邊 可是你的關心有道 關心怎麼表達 就是跟我聊天 聊一些生活所事 或你在忙什麼 或是關心我正在做什麼 這樣我內心也會覺得 人啊 雖然說你遠在天面 可是心是相連的 這是很棒 所以我才會跟你約說 那你覺得你什麼時候 可以跟我打這通電話 那如果今天男生 是承諾你說 沒關係 那我等飛機的時候 我們可以聊個五分鐘 這個承諾男生 如果你已經給出來 其實女生是真的會很有期待 而且我們真的會排除萬難 我就要跟你聊這五分鐘 可是沒想到你爽約了 我覺得這個殺傷力 真的還滿大的 如果說今天我只是 自己在空等待的話 那沒關係 我可以提案你 可能你真的在忙 可是你今天已經承諾我 我覺得女生 對女生來講 男生只要是給予承諾 我們不但會期待之外 你一定要旅行 如果你沒有旅行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就是被你一直在敷衍 你看剛剛那個一萬塊的 要叫花票的他也怨 這個全都有拿回家的 沒有叫他叫花票的他也怨 不是說佩甄這樣老公 對啦 我意思是說 男生跟女生 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認知真的是不一樣 佩甄她說 我們是世大體的人 平常我不會去吵她 那她那麼忙 我就先去睡好了 睡一覺隔天醒來 她也沒有說晚安 也沒有說早安 什麼都沒有 她說 因為老公很忙 自己總想體諒對方 等她有空關心我就好 意思就是說 她其實她自己也很節制 對不對 然後可是 這個等待一直都沒有 崔飛你怎麼看 我其實像剛剛大家講的 因為佩甄我也認識 所以我會感覺 她是非常世大體 然後長期我都不吵你 然後我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當然我會對先生 有一點期望 期望落空就會失望 失望就很容易導致不滿 那長期累積不滿的感覺 就會覺得你都沒有 把我放在心上 我這邊要替佩甄講 她沒有要那十二樣 她只要一樣 就是關心我 那何以對做作來說 是這麼的困難 就是不能關心我 我自己長期的觀察 他們兩位 我覺得會跟他們 紓解壓力的方式 之不同有關 因為佩甄是一個 非常向上的人 積極的人 去念EMBA 我一路看她都是 我第一最早認識 佩甄的時候 那時候她還在做 幕後助理的工作 她有去過我家 然後陪淡如一起去採訪 然後我就會發現 她真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向上的人 積極努力的人 所以她一路以來都非常的 就像剛剛說的四大題 她每一件事情都做到 每一個角色 她都盡可能做到完美 可是像這種特質的人 她很容易焦慮 她沒有辦法忍受事情 沒做好角色 沒扮演好 所以她有些時候會自責 可是對男生來說 太完美的另一半 太就是能力很強的另一半 以我自己在做諮商 我們的研究也是 男生對這樣的女性 通常會感覺到有壓力 女強難弱 她沒有弱 這女強難強也不行 女強難強 所以她們兩個都很有能力 那做做她是專業的醫師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我的工作 也跟醫師有很多合法 所以佩甄照理說 是每天去逛街就好對不對 她也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 然後那個有能力的人 然後她們兩個都有能力 醫師的特質 我也會跟大家說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醫師是一個專業 所以她們常常在專研 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她們可能就完全都想不到你 然後另外一個呢 她紓壓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她們兩個紓壓 譬如說像做做 可能她就很喜歡打電鬥 然後她就會再紓解壓力 那如果我想到你 就會想到跟你講話 會有一點壓力 那我就寧可去打電鬥 那我就算知道會被你罵 我還是去打電鬥 就有點像小時候 我知道跟我媽媽講話有壓力 那我這時候去打電鬥 我知道我打電鬥會被你罵 那我還是寧可打電鬥 那我知道我跟你講話 我可能會有壓力 那我還是打電鬥 所以我覺得她們兩個 那你覺得兩個人應該怎麼 最重要的可能我覺得 像剛剛H說的 夫妻之間我反而覺得 最珍貴的是 輕鬆自在沒有壓力 所以紓壓我覺得 關係的紓壓 紓壓不只是只有 我們工作的紓壓 還包括關係要紓壓 所以我覺得她們兩個 有一個難難的地方就是說 怎麼樣讓我感覺 跟你相處是輕鬆自在的 不會有壓力的 對男生來說 那我要怎麼樣 如果她來找 桌桌來找我做衣商 那我第一個就會想說 怎麼樣讓她在關係中 感覺不到有壓力 那她怎麼樣才能夠 讓老公關心她 她已經發出這麼大的訊號 老公都不關心她 我就會感覺 我就不會要她 來做這件事了 我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 來跟她 希望她可以關心我 我的語言不會用討的 我的語言會用正向的 我可能會跟她講說 老公 如果可以聽到妳的聲音 我真的覺得好幸福 我會比較用正向的語言 或者是我會跟她說 妳這樣做 會讓我整天都活力滿滿的 那如果這個方法 她還是沒有呢 她如果還是沒有的話 我就算了 或者是說 我還會再想一下說 合一我會回到我自己身上 合一我這麼需要她關心我 她沒有關心我 我就會覺得我的人生 好像就少了很大一塊那樣子 我是不是也可以 有不同的方式來轉換 那佩甄需要她的關心 是沒有安全感嗎 我會感覺每一個人在感情中 我那十二樣 就是她特別需要被關懷 被關心或被放在心上 或是我在你的心裡 你會想到我 其實有些時候 我自己做諮商 我覺得還蠻多女性 都很希望對方 隨時隨地會想到我 因為我會想到你 如果是在讀醫學院 或者是男醫生未婚 就是他們 你們想要什麼樣條件的對象 男醫師我覺得普遍還是 智慧沒有那麼高 我就喜歡娶美女 智慧沒有那麼高 真的喔 女方加多金不重要 如果夠美的話 多金就有沒有多金 其實不重要 如果像心眼那麼美 有沒有多金都不重要 真的 可是我喜歡有智慧的 我智慧不太高 對所以其實男醫師 我想本質上就是男人啦 就是說他雖然是有醫生頭銜 可是醫生是用在他的這個專業 他在擇偶的上 還是看外貌 還是看身材 比比皆是 只是他們不見得承認 然後第二個 他們通常會有家庭壓力 對 差個話 可是女生剛開始當然外貌身材 可是講實在話 10年後 20年後 慢慢就會變啊 對 我們也是這樣鼓勵男醫師 可能他們都聽不進去 對不對 因為你看中的是外貌跟身材 可是當他變的時候 那你看中什麼 他們就會去外遇啊 沒有差別 對 會看中外貌跟身材 選進來的老婆 我將來這個老婆 不再是這樣的時候 旁邊多的是這樣條件的女生 他再去外遇就好了 對 那所以你會聽到醫院很多男醫師 也是很花心的啊 比如說在開刀房 這個男醫師就跟好幾個人在一起啊 這個都是在開刀房 那個狹小的空間裡面的 茶餘飯後的話題 對 一邊開刀一邊聊天 一邊開刀一邊新聞哇哇 一邊主持 對所以那可是只是說這些 再請教 那那些男醫師的外遇老婆知道嗎 其實外遇很難老婆不知道 如果老婆說不知道 那是自己騙自己的 但是知道就還是忍受就對了 對因為等到婚姻之後 知道老公外遇自己要不要離婚 那個就牽涉到更廣 對 我的頭銜我的財產 我的生活我的小孩 收入 對所以大部分的醫生娘就算知道 老公是有外遇 因為醫生娘其實還是會覺得自己是醫生娘地位還不錯 對 雖然別的女生不見得這樣看這一群女生 可是這一個醫生娘族群他會覺得他自己是比別的女生高的 比如說我昨天講的這個醫生朋友的男醫生朋友 那個太太 他換個屁太太要他賠一千塊那個 對 宅男外貌僕僕娶到一個美女的這個太太 你知道他什麼狀況嗎 他在醫院很忙 可是如果說他的這個醫生娘老婆有大學同學聚會 非得要他請假陪他去參加 這樣子他要有面子要炫耀 對所以其實只是說男生有時候這個男醫師有一個特色我覺得也要小心 比如說我自己覺得我是身材好我是外貌好的女生 我跟一個男醫生交往他就會娶我嗎 我覺得也不一定 因為男醫師通常背後的家庭主力家庭的影響會很大 因為男醫師的家庭通常其實這個疑心罵 其實是很難對付的 疑心罵就是醫生的媽媽 就是男醫師的媽媽大部分是很難對付的 因為他是請權利在栽培這個兒子 對 然後他的兒子表面上 我說表面上 因為我們台灣只注重學歷 所以他會覺得他的兒子表面上從小到大都這麼優秀 我這麼優秀的兒子誰能來跟我兒子匹配 所以來的女生他兒子交往的女生都不滿意的比比皆是 就算交往女醫師也是 那可是當然如果交往是有錢人家的女兒 那這個疑心罵可能就會稍微再後退一點 這我碰過就是連女生都是博士 然後都是在大學教書 還是被瞧不起 還是瞧不起 對 那那個疑心罵的那種高姿態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從柯文哲媽媽看得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家是兩個醫生的醫生 對啦 所以我的意思說疑心罵本來他就是這樣子的高姿態 他當然有一個資本的驕傲在 因為他真的就是因為要交一個小孩 因為像我現在是雖然我自己是醫生 我也不能保證把我的小孩交到那麼會讀書 那麼名列前茅嘛 所以醫生罵他他覺得他很有資料 他很有資料 他很有資料 所以他就看人家沒去 所以女生要去做這樣子的人的媳婦也是很困難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困擾的是我們常常在生活當中 是被動知道了很多秘密 對 那到底要不要講 像我我這麼常去醫美診所 所以我有非常非常多這個醫生的朋友 其中有一個其實是我的 我是先認識這個人 是我的閨蜜我的好朋友 那他的先生是醫生 所以我這個閨蜜人就非常好 他常跟我說 來 我這保養啊什麼什麼 那我就會定期去做一些維修之類的 可是有一段時間我去的時候 你知道女生聞那個味道就知道 一進去就看到有一個 妖嬌蜜蜜的女生 你就覺得這個不對勁 你怎麼以前沒看到他 啊 徐小姐啊什麼時候啊 常常在店上看到你 你就覺得聞到一股狐狸的味道 然後開始做維修之後就覺得 怎麼醫生跟這個女生 會打情罵俏 而且那個已經超過了 醫生跟護理師之間的那種 你知道你感覺那個互動就不對 後來我去了大概兩三次 我很確定 這個人就是他小三 絕對是他小三 可是對 要不要告訴我朋友 因為我朋友還是 或者朋友或者你的很親的姐妹 尤其我的這個朋友呢 以夫為貴 因為他覺得他老公又帥 醫術又好 就是我的天 好得不得了 你還去找誰呢 就是我老公了 而且我老公對我多好 三不五時我朋友跟我吃飯 就秀一個鑽劍 你知道我老公送我的 我都跟他講不要買那麼大了 然後你知道你心裡的OS 會說你老公八成 又跟小生去哪裡了 這樣子想 所以才買大鑽劍 對不對 然後下次再吃飯的時候 不得了 那以後老公誰敢送你們禮物啊 我跟你說真的是這樣 所以以後我們都不需要 送老婆禮物 真的 少來你心無愧 就是因為你都沒有送老婆禮物 哪一天開始送 我覺得你老婆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都有意思 不要送就好了 那請問我要不要講 沒有送 你們說 你都不重視我 送了你們說你一定有鬼 對不起我 宏儀大哥就天天要送 成為一個習慣 真的 工作浪漫的事情 我的朋友 然後接下來要吃飯 過年前跟他吃飯的時候 還拎了一個愛馬仕 你大概就知道 然後他就會想說 我老公最近超忙 為什麼那個南部常常去 因為他也有時候會到南部 去看診什麼之類 因為他們醫美診所是連鎖店 連鎖 他就說 我老公最近都很忙 不過真的很不錯 你看到他很開心的時候 你其實心裡是很難過 然後呢 你跟他吃飯的時候 其實心裡會很難過 就是明明很清楚 他老公跟那個小三 應該發展得不錯 尤其擔心萬一小三 懷孕的話事情一定會 顯然是這樣 因為這個老公多驚嘛 然後他每次就 很開心地分享 你看我老公對我多好 結果有一次呢 也是快過年的時候 我們一樣吃飯的時候 他應該是就是有點感觸吧 他聊就說 我跟你講喔 可是我想你應該是 唯一不知道 就我的朋友竟然問我說 你應該不知道吧 我說什麼事 他說我老公有小三耶 原來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他其實心裡是大概知道 你知道這種事就是這樣 你老公沒事送你專介 送你包包 然後三不五時會不見 你會不清楚你老公在幹嗎 對 可是你知道 這是他們之間的規則 因為他不想把他說破 我當時心裡就想 我沒有幹那件事 我如果把他說破了 這個醫生娘 他會覺得他無立足之地 對 因為有些事情 因為他們的婚姻 到了這種階段 就變成說 他就是享受那種 三不五時有禮物 但是他也知道他老公 可能也不愛他了 但是畢竟在這個 社交圈裡面 他還是一個有頭有臉的 醫師娘 但是你把這件事情 說破之後 他會覺得他沒有辦法 在那個社交圈生成 但是我後來就跟他 我還是裝傻就說 真的喔 你知道雖然我覺得 很對不起他 其實我早就知道 我說怎麼會這樣呢 他當然就會 你知道他覺得 他終於在我面前說破了 哇他就哭了 他就其實我怎樣 他覺得那個鳥腳實在很過分 什麼時候 我說那你怎麼能忍受呢 可是他就說 他說如果他去吵的話 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他想維持 那樣的一個存在 這個案例就是 那個女生本來是一個 擔任那個護士 那到了那個大醫院 你知道那個護士一堆嘛 就有一堆醫生會去追嘛 那這個護士本身長得還蠻漂亮 就很多人追 然後他就挑了其中 後來交往嘛 就是一個牙醫 然後就結婚 想說這個牙醫人嘛 故意嘛 那結婚之後 還是在大醫院繼續工作嘛 那工作幾年 牙醫其實外面很好賺嘛 就自己開業這樣 那這個護士也嫁過去 當然就是幫忙 變成醫師娘嘛 結果第一胎一懷孕生 哇兩個是那個雙胞胎 那一個媽媽要照顧那個雙胞胎 就沒有時間去工作 再來就是當那個少奶奶了 然後生活也過得很幸福 然後其實這個爸爸 這好像在講你的故事 應該不是你 不是 當然不是 然後這個爸爸 你不要演你律師 人家就不敢怎樣了 沒有 自己不要對號路 我不負責了 然後這個爸爸跟小孩子 相處都非常好 小孩子後來念那個幼稚園 幼稚園不是都有那個家庭運動部 都不是媽媽在簽的 都是爸爸在簽的 然後爸爸會交代那個老師說 這個小朋友今天那個發燒啊 那個藥要幫他住 藥給他吃這樣 結果看起來很幸福嘛對不對 結果有一天 老公的牙醫診所的一個護士 就是這個太太的學妹 挺了一個大肚子 來找這個醫生娘 就說這個是你先生的孩子 但是他一直沒有說要怎麼處理這樣 那太太當然就勃然大怒 這麼好的一個爸爸 那以為是一個好老公 竟然那個外遇了 那問這個老公說 那你想怎麼解決 老公說那個只是一時糊塗 亦亂情迷啦 他從來沒有想要 就是自己的老婆啊 兩個雙胞胎兒子這麼幸福 他不想打散原來家庭的一個關係 那老婆想說 那你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那個護士肚子都那麼大 你要負責嘛 老公說那沒關係 以後就是暗月給他那個撫養費 他會跟那個女生斷的乾淨 那老婆就很掙扎 到底要不要離婚 因為他當那個少奶奶 自己本身已經喪失工作能力 經濟能力也沒有夫家這麼好 那一離婚 這些東西通通都沒有了嘛 那他就想說好 那就不要離婚 可是如果這個孩子是跟著 外面的小三的話 那他們的關係還是斷不了嘛 結果老婆又作為一個要求 那不離婚沒關係 把那個小孩帶回來 由他來撫養 那就這樣講 後來就去養啊 就 就是 少女人在俄腸 很大 半身很大 那後來生的是一個女兒 那就變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他就幫老公照顧這個女兒嘛 然後生活就這樣過下去 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 他發現老公在家裡那個打電腦 然後看起來很緊張 那他也不曉得什麼事情 那後來老公要出門 他就問老公要做什麼 老公都不講話 然後那個門就關起來了 他就跑去那個電腦看一看 電腦我們現在那個Line 電腦版 不是可以電腦版 結果老公沒有登出 那沒有登出他就有那個對話 就是他跟那個小三在對話 結果他們後來還是繼續在一起 而且現在又懷孕了 然後兩個人在商量說 做牙醫不是很累嗎 那個可能是他的消遣 然後想說兩個人在商量 這個要不要再生下來 還是要把它拿掉 那如何不要讓那個老婆看到 結果老婆這時候當然就很難過 對啊 太痛苦 甚至他去看那個時間 有時候是他幫忙照顧那個女兒 結果老公還去跟那個小丹在一起 老公嫁人生我幫你照顧 結果人家在哪裡 我去照顧孩子 那個老婆的切心就決定要離婚了 那因為已經兩次了 那離婚就產生一個問題是說 他想增兩個孩子的監護權 法官他說為什麼 他說這個女兒是小三生的 那如果我們離婚了 他一定會娶這個小三 以後變成那個小三來替他顧兩個兒子 法官說這是你假設的還沒有發生 而且就算真的發生了 以前你幫他顧女兒 現在由他來顧小孩 你的小孩有新的媽媽疼 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那個媽媽心裡聽了 就覺得很酸 可是最後判決的結果 離婚了 兩個金屬權是給爸爸的 因為法官 照顧你說是因為爸爸的收入好 對 爸爸就是爸爸原來提供小孩子成長的環境 離婚之後還可以繼續維持 而且法官的判決書裡面寫得很清楚說 這個男人有兩種角色要分清楚 一個是他當老公 一個是他當爸爸 他今天是一個失敗的老公 他犯錯了 可是他當爸爸卻沒有犯錯 他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他當爸爸沒有犯錯 這個聽起來我們就覺得 他今天如果這個爸爸是 比如說會家暴 會吸毒 可能跟離婚跟監護權都有關係 有邏輯但不合情理對不對 可是我們確實看過一些案例 就是這個老公他對太太非常不好 可是他對孩子卻是非常好的 是這樣 那後來判決離婚 兩個監護權歸爸爸嘛 結果果然過了沒幾年 他把那個小三取進門了 所以原來那個太太料想到的一切通常都發生了 對 那個太太不是繞著什麼都沒有嗎 沒有啊 至少變成是說經濟能力 也比較負擔沒有那麼重 他就是去找那個工作 讓自己重新再開始 好痛 好痛 所以台灣的法律對於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